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個很夜晚的晚上 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 沒有什麼的星光 而且還很大霧 有一個巡洋艦 有一個大型的戰艦 在海面上走 因為沒有什麼霧 因為很多霧 又不是很多霧的光 所以巡洋艦的探射燈 一直掃去前面 來到遠遠 現在艦長就發現到 來巡洋艦前面遠方 就有些燈閃過來 因為有霧看得不清楚 閃過來的時候 根據他的經驗 這個應該是另一隻的船隻 所以艦長就用一個 很大聲的喇叭廣播 就跟前面的燈來講 那個船來講 他說請你讓開 我這輛是一輛巡洋艦 對面的燈 又有一個喇叭傳過來的聲音 就說對不起請你讓開 這輛巡洋艦的艦長就說 這樣也可以 再說一次 請你讓開 我是巡洋艦 我是艦的艦長 我是一個少教 很高的官階 對面的燈的聲音傳過來 就說對不起艦長 你是少教 我只是一個一等兵 但我請你讓開 我不是巡洋艦 我不是戰艦 不過我是一個燈塔 一個的燈塔 就是當一個很黑的晚上 甚至沒有任何星光 沒有任何月的光可以見到的晚上 可能很多霧的晚上 一個燈塔 一個燈塔的守護者 就要切發指 讓這個燈塔的燈 一直的照亮出去 盼望在這個海面上的黑暗 看得不清楚 可能在一個風平浪靜的晚上 又或者在一個洶湧波濤的晚上 但可以照出去 讓在這個海面上 看得不清楚的那些人 知道有條路可以走 知道走哪一個方向 因為有燈塔的光 來指揮 今天我們會在這個世代 有時會發現到 是一個很不容易的世代 一個是非是顛倒的世代 一個是沒有了一些準則的世代 你問今天是甚麼標準呢? 當然在我們中間 我們就說聖經是我們的標準 聖經是我們生活的原則 聖經是我們的道德行為最高的指標 但一方面有時我們說是這樣說 我們自己未必會這樣做 是吧? 但另一方面呢 在這個世界的人 這個世代的人 他會接受我們這個聖經的權威嗎? 他們不接受 那不接受有甚麼權威呀? 有甚麼成為他們生活的根據呀? 沒有 或者有 是甚麼呢? 我覺得是好的 我覺得是好的 我覺得是舒服的 那怎樣就好 我覺得是對的就是對的 但問題是我覺得對的 是怎樣的? 你會發覺 你覺得對的就是對的嗎? 但我們覺得這件事是怎樣的? 經常會變的 是會不定的 是不是? 我們小時候覺得這些是對的 應該這樣做的 現在大了呢 開始覺得不一定是這樣 我們小時候 年輕 無知 所以覺得是這樣 現在大了 我們有人生經驗了 我們有社會經驗了 我們不覺得那些是對的 連我們自己的標準 都可以不停地搖擺 搖擋 何況世上沒有信仰的人呢? 所以在這個過程裏面呢 在這段經文裏面我們看到 寶羅作為一個福音的使者 寶羅那個是夢神 猜派要活在這個世代成為 這個福音的見證人的時候 他怎樣表現出一種 在這個是非 顛倒一個 沒有原則的世代裏面 他怎樣可以成為 繼續成為 這個福音的見證人 首先我們看到一件事就是 寶羅是一個被人誣告 我們說是顛倒是非 就是寶羅在做對的事 現在被人誣告是錯的事情 在上個禮拜我們講到 第21章的24節 那裏怎樣說法呢? 你看看21章24節 那些人就勸寶羅 你帶他們去 和他們行結證的禮 拿出規範 叫他們可以剃頭 這就是結束 我們上次提過 那個拿世以仁之願文書 第六章 所記載的猶太的律法 寶羅你按照這樣做法 這個沒有違反福音的教導 不過表明一件什麼事情呢? 這樣眾人就可以知道 事前所聽見你的事都是虛的 那些是什麼事? 就是說你不要福音 不要律法 你違背律法 不是,這些是假的 而且我們知道 你自己為人怎樣? 循規道舉 進行律法 但是27節28節呢? 那些人28節那些人 喊叫喊 他們說以色列人幫助 這個就是各處教訓眾人 租錢我們的律法 百姓 律法 和這個地方就是聖殿 又帶著外邦人 進了聖殿 污衛了這個聖地 寶羅本來做這件事 他出入這個聖殿 他帶著這四個人 幫他們付錢 讓他們可以結束 這個拿西爾人之願 這個完全符合律法 是一個配合律法 他們叫他寶羅你這樣做 突然知道你是願意 遵行律法的人 在不違反福音的情況下 你願意遵行律法的 但現在他是被誤告做什麼? 你是踐踏律法的 你是踐踏我們的百姓 踐踏我們的律法 踐踏這個聖地 在猶太靈體 這個猶太地 這個聖殿的範圍 就是一個聖地 在聖殿裏面 有很多層的結構 有些地方 只是某些人可以進去 最要去裏面的 智聖所的地方 只是大祭司 一連一次 大罪血栓才可以進去 到聖所的地方 只是大祭司 不利用他進去 到了外面的祭祀的地方 就是猶太人的男人可以進去 外面還有一個外縣 就是女人可以去的地方 然後再有一層就是 那些人可以在那裡 你記得嗎? 他們可以擺賣那些牛、羊、兌換銀錢 以致那些人可以來奉獻的地方 但是呢 沒有一個地方 是被外邦人可以進去的 除非你是歸信了猶太教的 而他們覺得 保羅現在你不是在順服律法 你是在踐踏律法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查清楚 他就是看到一個外邦人 這個以忽所人 特羅非摩陪著保羅在一起 其實都不是當時看到 只是記得這個人 幾天前跟保羅在一起 現在又看到那個人在附近 這樣就說保羅帶了外邦人去聖殿 根本沒有查過這個人 是不是真的踏入聖殿 這個是誣告 當你做對了 當你做對了一件事 他是被人誣告 你做錯了一件錯事 而且剛剛跟你做的完全相反的 你要覺得怎麼樣? 很冤枉 是不是? 很吃虧 很受氣 是我們呢 就會怎麼樣? 自己來分辨 自己來辯護 但是你看到保羅在這裡 他放棄了這一樣的權利 他沒有在這裡為自己解釋 而這些人的動亂 其實是亂七八糟的一件事 不是猶太 是不是耶路撒冷的猶太人 而是亞西亞在外面來的猶太人 一直追著保羅回來的猶太人 其實在耶路撒冷的猶太人 看到保羅進去聖殿 看到他們來幫那四個人還原 他們沒有問題 他們知道這是合乎規矩的 就是外面的人來聳動他們 弟兄們來幫助我們 他們好像當時站在城門口 那些先知發揮 呼召以色列人那樣 但是他們看錯了 結果引起一個全城的大動亂 而這個時候 他們內心那種的情況 到一個什麼地步? 他們不是說 我要抓保羅來問清楚 要審問這件事 他們不是抓保羅來查明這件事 是不是好像我們眼所見的 他們一看到這件事 他們覺得是怎麼樣? 立刻要殺死保羅來的31節 他們正想要殺他 然後36節又再出現一句的話 眾人跟在後面哭著說 要除掉他 第12章22節又再出現一次 要除滅他 要殺死他 在他們的心目中 根本不需要查明這件事 直接殺死他就算了 在他們來看 這個好像是為他們的律法 來發熱心的 所以保羅後來講到他見證的時候 都說 我曾經為律法發熱心 我曾經抓過那些奉信奉這個道的人 抓他們去死地 你們當日這種熱心 當日這種為律法的盲目的熱心 甚至不需要查明的 這種沒有道理的熱心 我當年也有的 有沒有看到? 但你又發現到 當這幫人去指控其他人 你違背律法的時候 其實他們自己呢 他們是沒有按照律法的公義審訊 公義審訊的過程 來執行 他們甚至違反了不單止猶太的律法 沒有按這個規定來審訊 都違反了羅馬的律法 你這幫猶太人哪有權殺死人 哪有權執行這個死刑 當一些人去指控其他人 你是採討律法的時候 他們自己就在圍會律法 你發覺這個 好像我們今天活在這個時代那裡 我們今天的世代 當我們做對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要高夫婚姻是一男一女的時候 他就被人指控 有時你發覺為什麼是這樣的呢? 是啊 弟兄姊妹 我們就是活在這種的世代裡 我們就是活在這個的時代裡 我們就是活在這個的時代裡 這個是一個顛覆真理 是非顛道的一個時代 我們就活在中間 這個時代為什麼神要我們活在這個時代呢? 當然這方面我們知道主耶穌白回來 我們要謹慎準備 但另一方面就是 就是一個這麼混亂的世代 神很想你和我 將這個福音的光 活出來 將福音的光指示給這個世代 原來這裡有一個絕對的真理 當你說沒有真理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絕對的真理 他說沒有絕對權威的時候 我們說是有絕對權威的 就是聖經 就是神的說話 而聖經的說話 就是要透過你和我每天的生活裡面 就像那個燈塔一樣 默默無聲的 來將一個光傳遞出去 那個燈塔 無論有沒有旋經過 無論有沒有人看見 它仍然在發光 我們不是有人看見 我們做得很乖很鮮明 沒有人看就亂來 不是 我們是堅持要為主發光 要為主做見證 保羅面對這個情況的時候 他很困難 他不是困難 他很困難 就是被人抓了 被一個千夫獎 其實當時 當這群眾湧著來 要殺保羅 甚至他們立刻關了電門 不讓人再進入聖殿 然後他們拘捕了保羅 甚至在打保羅的時候 其實當時在羅馬的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的地方 他們在每個地方都有一些城樓 這些城樓大概50米到100米的高度 50尺到100尺的高度 上面有些士兵看著 所以他們在高度 看到整個城有什麼事情 所以當他們發覺 很多群眾湧過來 要追一個人 要殺一個人 另外一邊還有另一個人追過來的時候 說這些白夫長的士兵 通知他們的頭頭 這個千夫長 千夫長是有名的 後來他用他的名字寫一封信給巡婦 報告保羅這件事情 這個女西亞就立刻帶領他的士兵 大概有些紀錄可能超過200人左右 立刻搶來認救保羅 有時候發覺到很奇妙 神就用這些外邦的軍事的力量 來保護他的仆人 離開他自己的百姓 在這群猶太人的手裏面 神可以用他的方法來保護 但這個保護當然對保羅來說不容易受的 為什麼呢 有一條鎖鏈鎖住了 一條鎖鏈鎖住了 接著他就要帶他去他的樓房裏面 因為群眾去問的時候 他問的時候 群眾有很多種不同的答案 在第33節 千夫長就去抓住他 分分兩條鎖鏈鎖亂 又問他是什麼人 做的是什麼事 又問他是什麼人 做的是什麼事 這句說話呢 是一個繼續不斷的時釋來的 就是說這個千夫長問了很多次 究竟這個是什麼人 究竟做什麼事 究竟這個什麼人做什麼事 為什麼你要打他 究竟這個是誰 這個做什麼事 你們要打他 結果答案是什麼 34節 有些人說是這樣 也不知道是什麼事 因為為什麼 很多人是啟熱鬧的 是不是 我們說是襯虛的 嘩 那邊打人 快點去看 根本都不知道那是什麼事情 結果呢 這個千夫長就要把保羅 帶到一個比較私密的地方 私隱的地方 然後問他 保羅就用他從小就開始學習的 這個希臘文 這個希臘話 跟他來回答 其實當這個千夫長抓他的時候 他心裡想著 因為之前沒多久就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有一個從埃及來的人 一個猶太人 帶領叛徒幾百人 來衝擊政府 有一件這樣的事情 後來呢 被羅馬發兵殺了他們 他就問究竟你是不是就是那個頭頭 但是聽說希臘文的時候 發覺他不是 保羅第39次怎麼說呢 我是猶太人 真是基利加的大數 下面加一句 並不是 無名的小城 不是一個 一點都不重要的城市 大數是 基利加省的那個首府來的 加州的首府就是Sacremantle 不是洛杉磯 我們很厲害 我們不是首府 對不起不是 是Sacremantle 大數就是當時這個基利加的首府 是那個軍事政治商業的中心 是一個很繁榮很出名的城市 保羅說我是在那裡出生的 我是在那裡來的 求你准我跟他講話 第40節 接著這個簽罰之後就容許他來講 為什麼呢 有些人家就說 寶羅在那裡 所顯出的那種鎮定 那種的勇敢 這種精神 是當時羅馬的人 羅馬的兵 所最尊重的一件事 寶羅在那裡 沒有為他的事來解釋 沒有在那裡亂說 不是啊不是我他們冤枉我 快點放了我 不准用鎖鏈鎖住我 即是不是發了謀那種 沒有清醒的行為那種 你見到寶羅在這個過程裡 他內心的那種鎮定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主和我同在 我是為了福音而活 這個福音我可以為他死 這位福音的主 完成福音的主 我可以為他死去生命 我預計了這件事的時候 所以來捉我的時候 我已經預計了 我知道有個結果 所以作為這個世代的見證人 我們心裡有沒有準備 是可以為福音來受苦 寶羅說 我不以聖命為念 又不看為寶貴 二十章二十四節 我要行用我的路程 成就主耶穌基督 所加託我的職事 證明這個恩惠的福音 他說我的命在這裡 我預備了 所以當有什麼衝擊來的時候 我站得穩 它有一個很結實的根基 一個燈塔 為什麼在一個波濤 洶湧的海邊上面 仍然站得穩呢 因為它不是在海上面 它是海邊 這個燈塔下面 是有一個很強的根基 打好了根基 燈塔在這裡建上來 所以當我們要發光的時候 在霧海燈塔 我們要發光的時候 就要回來一個很基本的事情 剛才我們領受的聖餐 我們上到耶穌的前 我們有這個救贖 那個基礎 當有這個根基 我知道我站在根基上面 我活著為這個福音 就算我為福音寫命 我也願意 這個福音再不是客觀的道理 進入我的生命裏面 進入我的頭腦裏面 這個福音是一個實際生命的力量 在我裏面 這個福音就成為了 我生活為人的窄根的地方 我活著就是去見證這個福音 我活著就是彰顯耶穌基督的慈愛 彰顯耶穌基督的忍耐 當這些衝擊來的時候 你發覺它裏面有一種的勇敢 這種勇敢不是說我好打 有什麼好打 對著幾百個羅馬兵 你不到你打 兩輪鎖鏈鎖住你 不是你好功夫 當然我知道我中間很多人很懂功夫 我也很懂的 灑太勤嘛 灑給人 不是那種 不是想著我口才好 我可以咬人一個人 咬人幾十人 當然寶羅口才好 後來他講到 嘩 全部靜下來聽 是不是 但寶羅心裏面 那個根基不是因為你 而是因為我這個可靠的福音 這個自得我這個命 擺上福音的時候 我可以勇敢地面對 這種勇敢 這種勇氣 它是當時羅馬人所最欣賞的 那種的一個人的質素 鄧卿姐妹 有時候我們會迎合這個世代 這個是非顛倒的世代 這個沒有標準的世代 我們自己都失去這個根基 我們跟著它搖來搖去 搖來搖去 結果問題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沒有基礎 我們的勇氣就失去了 我們為主站起來 為主發光的勇氣就失去了 寶羅有一種勇氣 所以跟著 他雖然帶著鎖鏈 但我們看到一件什麼事情呢 他好像提摩泰書信所說 提摩泰後書第二章第九章所說的 我被捆鎖 但是福音卻被捆鎖 他又帶著鎖鏈的時候 想在城樓裏面對於百姓 用他們所熟悉的當時的希伯萊馬 這個希伯萊馬 就是當時他們常用的亞難文 來跟他們說話 寶羅就是在這個過程裏面 他甚至都不是為自己辨證 剛才你們兇高我 淺踏了律法 不是這樣的事 其實當時我是幫助他們 要離開 結束了拿世以人之願 他甚至都不是解釋這件事 他是把耶穌基督在我的生命裏面 發生的什麼事 很清楚 很透徹地說出來 在一個這麼混亂的世代裏面 你怎麼好像燈塔發光 你就是把耶穌基督 給我們生命的經歷 很透徹、很清明、很清澈的 很真誠地告訴別人 不是我能夠站穩 不是我有什麼厲害 而是因為耶穌基督改變了我 所以在這個世代 我們需要 我們想等於姊妹都掌握 就是學會講你自己得救的辨證 說到你信耶穌之前是怎樣的 耶穌為何改變你 信耶穌之後 你的生命有什麼改變 當然我們有很多傳聞方法 可以教導你們 但我常常覺得最有效的傳聞方法 是什麼 就是講你的得救見證 為什麼 因為這個得救見證 是無法辯論的 無法反對你的 因為這個是我的經歷 我以前和你們一樣 我是在猶太人 在基利加的大宋 這個最大的城市裡 在那裡生活 在那裡成長 在加馬列門下 說加馬列是當時很受尊重的一個學者 一個拉比 當時我是最出名的大學 最出名的教授 你下面受教 這個加馬列是當時被千千的一個 很受當時猶太人 特別拉比所敬重 當時他們傳到說 這個加馬列死的時候 就是那些人對於 舊約的聖經 這個托拉 這個托拉 那種尊敬 那種解釋 進過的解釋都失去了 因為這個人死了 我們可見 對於他在這個解釋托拉的 這個學術的地位 而猶太人對他的尊重 是到一個什麼地步 他說我就是跟這個師父 來學習 我熱心是奉神 好像你們一樣 我曾經把人抓去坐牢 致他們來於死地 以大祭司重獎錄 可以做好天證的 但是 耶穌改變了我 我以前是這樣的 這個是我的出身 這個是我過去的價值 我看這個律法的重要 我的生命可以為你擺上 甚至我的律法可以為人 可以迫害那些的人 我都做這件事 你們今天做的 所以我明白 但是耶穌改變了我 在大馬尼斯的路上 耶穌改變了我 我看到光 我跌了在這裡 我問了兩個問題 這兩個問題 將我整個人生改變 第八節和第十節 主啊 你是誰 第十節 主啊 你要為我做些什麼 寶羅這個得救的見證 第九章的時候 有客觀的紀錄這件事 第二十二章在一個地方 和遲些第二十六章 再一次 這兩次 在眾人分辨 和尋虎菲利斯面前 來分辨 勇敢地講見證 我說我的生命被改變 因為我碰見一位的主 這位耶穌是我過去所反對 我不明白我 我傻的時候 我不清楚的時候 我所反對 但現在我發現到 祂是真的 我稱呼祂是主 這個是猶太人 對神一個最高的一個稱號 因為你不能我妄稱 耶穌話的名 稱呼是主 主啊 你是哪一個 我就是你受迫害的耶穌 主啊 如果你是主 你要我做些什麼 所以我將祂打法 猜拼出去 我去幫人 但寶羅說 你叫我出去 但我以前是迫害猶太人的 我哪有資格做啊 但神怎麼說啊 神就說你去吧 我就是要你去 是我在萬人中間 簡選了你 我打法你 去到外邦人的中間 寶羅 就是講見證 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我本來是一個怎樣的人 然後現在耶穌 改變了我 將我整個人生 我的價值觀 不是只是我的行為 變好了一點點 而是我從裡面到外 我的生命價值 我的人生觀 我的價值觀 我整個人生的方向都改變了 而今天我就是願意 為這個福音來受苦 是過去我所看低的 過去我所迫害的 但今天我為這個福音受苦 這個人生是一個180度 改變的人生 《大陰子們》 《大陰子們》 這個世代 需要看到你和我 這種生命的見證 我們要活出來 我們也要學會 整理 寫出來 所以要參加浸你班牧的大英姊妹 我們都叫你寫見證 都叫你講見證 為什麼? 不只是說給我們聽 我們認識你 我們知道你得救 但是我們想你學會怎麼說 有些大英姊姊姊最怕就是這一部分 牧師其實我受浸願意的 我參加教會願意的 不過叫我講見證我真的害怕 對呀 害怕一次之後以後就不害怕了 你就需要害怕一次 震一次 是不是? 你害怕過那一次以後有什麼場合 你就只要講見證 你寫下過 你說過 你背過 你以後去到哪裡都可以講見證 你就可以成為那個燈塔 你就在那裡為主來發光 所以如果你是怕講見證 不參加授證 不參加轉會的 你快點放下這個念頭 立刻報名 我們接著要開會友班 我們會教你怎麼寫 會幫你怎麼寫 有些長者說牧師我不會寫字 不要緊 我們會派人幫你錄音 他幫你寫下 或者你說他寫都可以 我會派陳全道做這件事 他已經幫過那些長者 你說他就幫他寫下 見證 我會派一望 你能否起碼第一步 在我們面前說見證 我們不會聽到最後就說 你會派一望 我們不會 我們沒有試過 你果然見證我們是怎樣 大家拍手 大家為你開心 神改變了你的生命 神加一份之間為你感恩 但我們希望每個弟弟 會溫屬你的見證 但跟著你講完之後 講到最後又怎樣 當二十一節 我猜你去往眾人裏面 嘩!眾人又再暴動了 為什麼? 那些人是一個顛覆真理 沒有原則的顛倒是非 他們當時的猶太人 很看不起外邦人 看不起外邦人 甚至好像我們中國人以前一樣 為某些時代裡面寫明 華人與狗不能進入 他們猶太人在聖殿門口 都有一個牌 用很多種的文字寫在這裡 外邦人不能夠進入 踐踏這個聖地 如果你進去的時候 就會按照我們猶太的律法 致力於死地 很多牌在這裡 他們很看低猶太人 外邦人 這些猶太人在外邦人 好像狗一樣 所以聽說 我們的神 為什麼會猜派你去去? 其實保羅一直趕他們去聽 一趕他們說 神派我們外邦人 使得外邦人 可以跟我們得到一種好處 嘩!他們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 所以 這個千呼掌揚再出面 即考問保羅 甚至用鞭打去 這個時候 保羅 殺出一個殺手間 是什麼? 我是羅馬公民 未經審問就私刑 是否對羅馬人 羅馬公民的做法 當時羅馬的法律 都是不公平的 有種族主義在裡面 是羅馬人 可以免許這些刑罰 你犯法也好 審問你 不過不可以私刑 外邦人 可以不審問了私刑 是啊 種族歧視當時是有的 所以保羅在這個時候 他為了要繼續使福音傳出去 我是羅馬人 他亮出這個王牌 我是羅馬公民 結果 在這個王牌之後 他繼續成為福音戰士 他的見證 不單是在當時暴動的群眾中間來講 下一步 下一章 他就去到猶太人的公議會裡面 再一步 就去到這個羅馬的高級的政要 這些巡撫 甚至要到軍王面前 他是一個福音戰士 他為了福音 他要繼續爭取每一個機會 甚至在監裏面 可以使得羽形傳軍 聽聞福音 這個是一個燈塔 你發覺沒有一件事 可以移動他為主發光的事情 而他為主發光 就將他真誠的見證 活出來 這個世代 需要見到你和我 這種福音 真誠的光 我們一起祈禱 主耶穌有時我們 真的不知道為何要活在這個 這麼凍亂 這麼沒有原則的世代 但是主耶穌 其實我們可以感謝你 因為 你將我們放在這個世代 你拯救了我們 你改變了我們 其實在你心裏面 要使用我們這群人 在這個這麼黑暗 這麼混亂 這麼沒有準則的世代裏面 繼續活出我們生命最高的意義 就是為你來發光 我人生再不是講我自己的故事 講我有多威衰 我人生是要講主的故事 講到你的偉大 你的寬容 你的慈愛 你的忍耐 你的包容 你的生命的力量 你的改變 如何在一個卑微的人身上發生出來 主要我願意讓你的生命 繼續來到高距離 我們願意我們的教會 繼續成為一個這樣活出 有生命力 蓬勃的教會 在一個世代中間 祈禱奉耶穌基督的一命 阿門